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菜燕油市的庭院种菜频道 蔬菜吃得饱才能长得好 蔬菜和其他植物一样都是从空气中吃二氧化碳 从土壤里吃框子养分 蔬菜在将吃到的二氧化碳和框子养分转化成有机质 这些有机质就是我们从菜地里收入的蔬菜 我们没很好的办法提高千元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但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增加土壤里的养分含量 蔬菜需要14种养分 蔬菜是否能吃够这些养分 直接受土壤伤减度的影响 我们初中时学过 伤减度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是PH值 PH值等于7 土壤是中心 PH值小于7 土壤是酸心 PH大于7 土壤是减心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后院菜地的PH值 第一 用PH4值挖一勺土壤泡在水里 等颗粒沉淀之后一测就知道大概的PH值 第二 用土壤测试包 美国很多商店对土壤测试包出售 你可以用土壤测试包测定包括PH值 在内的很多物理和化学性质 第三 松减 取一些车地土壤样品 引寄到本周的州立大学 花不多的钱就能了解PH值和其他性质 如有机肥和重金属含量 如果你不想自己测PH值和测松减 那怎么知道车地土壤的PH值 我今天向朋友们介绍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只要带着一张地图 就能知道那家车院土壤的PH值 这是美国农业部制作的土壤PH值地图 看看你住在哪里 就能大概知道你哪里的土壤是酸心 中心还是碱心 阿波拉基亚塞麦这以东的地区 从福罗里的Georgia到Main of Vermont 土壤大都骗酸心 美国中西部的土壤是微酸心或者中心 微酸心和中心土壤最适合农植物生长 所以美国中西部是美国的粮酸 也是世界的粮酸 到处东部的土壤为微酸心 到处西部的土壤是以碱心为主 加州的土壤为微酸心或者中心 所以加州也是一个农业大洲 只要有水 加州种什么 长什么 我们北方冬天吃的菠菜都是从加州来的 美国西部的Washington和Oregon 州 内陆的土壤为微酸心或者中心 沿海地区只为酸心土壤 所以那里的茶花和樱桃长得特别好 当然 这地图只能盖成每个地区土壤的大概三点度 为环境和跟着方式都会影响土壤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比如说 往土壤里加些使坏 PH值就会升高 往土壤里倒一平粗 PH值就会下降 但这些变化是暂时的表明的 过一段时间 土壤上减度 又会回到原来的PH值 虽然在地图显示的土壤PH值 没有化学分析的结果整确 但也能基本反映你属在地区 而你家车院土壤的上减度 这张PH地图 带中华仲裁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值得收藏 感谢光临 车燕油市的庭圆仲裁频道 请分享 请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给刘 Chevrolet 继续 请订阅 当时 继续 团 都